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美国之音报道 在即将召开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 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计划提出重要的推案 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面对中国将第2758号决议扭曲为其 一中原则的 行为 台湾外交部官员田中光警告 这样的恶意解读不仅威胁到台海和平 还可能为中国对台动武提供法理依据 田中光指出 第2758号决议仅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并未涉及台湾的主权 然而 中国却不断利用这一决议来孤立台湾 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抹去台湾的存在 台湾坚持民主 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 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中国的霸权行为 在这次大会上 台湾将重申其主权独立的地位 强调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 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 台湾政府还计划加强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合作 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与支持 总之 面对中国的各种压力 台湾政府将不屈不挠地捍卫国家主权 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声 为台湾的未来而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纽约即将召开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 台湾政府正准备在国际舞台上 打响一场关键的外交战役 作为台湾总统赖清德任内的首次联合国大会推案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向全球展现台湾在捍卫主权 和民主自由方面的坚定立场 面对中国不断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与其一中原则汇为一谈 的行为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 在9月3日的一次会议中明确指出 中共的恶意曲解已对台海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若不严正反驳 中国可能会取得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法理基础 田中光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中国的轨迹 他指出第2758号决议 仅仅是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却未曾涉及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 然而 中国政府却频频利用这一决议来宣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台湾 田中光强调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权参与国际事务 台湾人民也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过去几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对台湾的打压力度不断加大 不仅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 还在各类国际会议和组织中 施压其他国家和地区 不要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 这种情况让台湾政府 决心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声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台湾总统赖清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台湾将继续坚持民主 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 并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抵制中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他指出 台湾的存在和发展 不仅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也对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 具有深远影响 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压力 台湾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策略 加强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 田中光表示 台湾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 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的立场和声音 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台湾政府将重点强调几个关键方面 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中国的恶意曲解 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及民主 自由和人权的价值 首先 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 是不可动摇的 田中光强调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权参与国际事务 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其次 中国对第2758号决议的恶意曲解 是台湾必须反驳的重点 该决议仅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并未涉及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种曲解 严重威胁到台海的和平现状 再次 台湾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抵制中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 台湾将继续坚持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 推动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 田中光表示 台湾政府计划通过各种外交渠道 与各国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 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面对中国的压力和挑战 台湾政府将坚定不移地 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权利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不仅仅是一次外交行为 更是台湾向世界展示 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坚定决心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 台湾政府已经准备好 通过各种外交渠道 与各国代表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 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理解 田中光强调 台湾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 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的立场和声音 争取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他指出 台湾的存在和发展 不仅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也对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 具有深远影响 通过加强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合作 台湾政府希望能够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 抵制中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联合国大会的召开将是一个关键时刻 台湾政府将借此机会 向全球展示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坚定决心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田中光表示 台湾将继续努力 争取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他强调 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 台湾才能更好地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并推动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 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上 台湾政府将权力以赴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权利 田中光表示 台湾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权利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强调 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 台湾才能更好地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并推动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 通过这次联合国大会 台湾政府希望能够让国际社会 更加了解台湾的立场和声音 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田中光表示 台湾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 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的立场和声音 争取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他强调 台湾的存在和发展 不仅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也对全球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具有深远影响 面对中国的压力和挑战 台湾政府将坚定不移地 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权利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加强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合作 台湾政府希望能够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 抵制中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田中光表示 台湾将继续努力 争取在国际社会上 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总之 发生的重要机会 也是展示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决心 与信念的关键时刻 台湾政府将在这次大会上全力以赴 向全球展示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坚定决心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指出 台湾确实有权利参与国际事务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权自觉 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权利的尊重 也是对全球民主价值的坚守 田忠光的发言正是对这种价值的呼应 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理应在国际社会上有一席之地 哎呀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 决议明确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不能单独参与联合国事务 这不是我说的 是联合国说的 你再怎么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难道你认为联合国的决议只是摆设 谢琪琪 你的历史观念有点滞后啊 第2758号决议 只是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但并没有明确提及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 这种曲解决议内容的行为 就像你把西游记当成历史书来读 一本正经地讨论孙悟空的真实绅士 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难道你要否定他们的民主选择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实是在诡辩 你知道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连美国在与中国建交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说白了 你的台湾人民自觉 不过是拿着民主的大旗挥舞 实际上是打算分裂中国 你以为国际社会会为了民主 而支持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吗 这不就像是指望狼保护羊一样荒唐可笑吗 谢琪琪 你这话可真是滑稽得紧 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不是支持分裂 而是支持多元价值和民主精神 澳门和香港也属于中国 但他们在很多国际组织中都有自己的席位 为什么台湾就不能有 难道台湾人民的声音天生就该被消音吗 国际社会呼吁的是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而不是让你们随心所欲地把人家给吞了 楚天书 你这话跟挤牙膏似的 说出来的话都带泡泡 国际社会也不是傻子 他们很清楚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你说支持多元价值和民主精神 但这不代表他们支持台湾独立 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默认中国的立场 因为他们知道 搞小动作只能引发更大的问题 你所谓的和平解决 难道是逼着中国接受一个分裂的事实 这不是往活里添柴吗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创新包 创新包